这便是家父的房间 案发之后 我便嘱咐下人 不要碰房间里的东西 所以除了父亲的尸首 已经入恋以外 这里的其他东西 都与案发之事别无二致 这东西不错啊 这是我李家传家之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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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发突然 竟一直忘记书氏 感谢二位 令尊的身上可有外伤 并无外伤 李先生 我们先会阵探舍了 有了结果再来通知你 那就辛苦各位了 请 老公叔 你觉得李家家境如何 李家的家具都是红木的 而且李维枝的房间 有很多东西都是古董 有宋代的白瓷 明代的青花 清代的法郎 还有一幅林副棉的画 这样看起来 李家的家境还是不错的 那我再考考你 既然家境不错 李老爷为何要去当铺 把随后猪给当了 对啊 这李家家境还是不错的 小翠 为什么要把猪子给当了呀 你看这个 还挺好的 过来这边 是什么事情需要这么多钱 好 又不想让别人知道